大家會嘗試 Hello 大家好 今天好像是我最後一個額住的環節 很有幸和大家見面 我先介紹一下我自己 相信大家都知道Google在香港是有它的存在 是在陶鑼灣辦公室的 我就是在那裏做的 我是基於Google的香港 而我自己的團隊就是負責做 就是變形這一部分 什麼叫變形呢? 就是無論是APP的變形 就是大家開啟一個APP 會彈出一些廣告 那廣告當然那個APP的owners會有收入 又或者大家可能有wordpress的網站 可能有時候你進入一些網站 會彈出一些廣告出來 或者看到一些廣告 那裡的廣告也是同樣 developers或者wordpress的owners也會有收入 我們這團隊也會希望 所以希望找到更多的APP 或者web的developers 願意給你們的 access 給你們的廣告位或者流量 可以讓我們的廣告主 都有機會投入你們的廣告 在你們的網站 簡單而言就是這個概念 通常我們都會收到一些數據 給大家一些poco的future 當然大家都會知道 廣告其實都是越來越多廣告主 會願意去投放的一件事 特別是在網上的世界 什麼意思呢? 就是你會看到廣告的頭頭 就是廣告主會越來越遠越給錢 所謂的Dentow Bank 就是有這麼多的錢 就是870個Million 這麼多的錢 而平均其實也都每一年 都有8至11個百分之的增長 好了 知道這些錢放在一個廣告 網上網絡的世界 廣告的收入 但是怎樣可以capture得到它呢? 那當然就是 今天的主題 就是可能可以加AdSense 或者AdMob AdMob就是App那邊的 今天我會說App那邊的 最主要是說Webpress AdSense的這一件 但是 應該輸入了一個問題 我忘記了一下 但是我想做一個大概的 簡單的調查 就是有ABC的人 A的人 就是可能你現在已經有Webpress的網站 並且安裝了AdSense的別件 好 有沒有一群人可否舉一舉手 好 OK 好 大概這個數 第二群人就是 現在有Webpress的網站 但未開通AdSense的便宜 好 這群人是大多 未知 還有第三群人 第三群人就是 沒有Webpress的網站 也沒有AdSense的便宜 所以 所以 今天呢 主要是兩本 就是 兩本 如果是一群人賺錢 做開一場的網頁去玩 我們會 可能見到一些 什麼比較簡單 去做的呢 有這幾類的 再次舉一舉 首先 我分開四類去說 第一類就是 所謂的 E-commerce 即是購物類型 blog content 類型 第二類就是 做一些 會有些工具類型 即是 可能搜尋器 generator 一些是有 相關 不僅是內容的 一些工具 會可以認識的 第三類 可能是做遊戲 或者是 跟Quiz 那些遊戲有關 多一些 entertainment 多一些 而第四類就是 你是一個 aggregators 形式 那個 aggregators 的形式 可能是一些 QPoint site review site 這一類型的 site 我們都很常見 我知道 剛才有AB人 應該是沒有一個人 是沒有wordpress的網站 所以應該是 支持所有人 也可能是另一類 其他人 我想舉一舉手 第一類 e-commerce blog site 大家如果是做blog 或者是做 content 可以放下雙手 其他三位是e-commerce 類型 差不多 我明白 我覺得 我怕有點長 所以其他不舉手 所以我直接去下一步 我可能也說少少 我看見 我不是說其他三類不重要 我其他三類很重要 但我只是 keep momentum 我擔心時間 我擔心時間 over one drop 我們會看到 其實webpress的網站 content 類型當然是 比較大多數 但其實反過來 我也想 一會分享多一點 就是 其實tool sites 的意思是什麼 review site 和game cue point 我沒有什麼 screenshot的例子 但我覺得 大家可以值得留意一下 我先說一說 tool sites 其實我們 我直接去design 我們會看到其中一個 phenomenon 就是在有了AI 無論是ChatGPD 也好 也好 這些工具之下 其實越來越多人 一定是會做content 但是做content 可能大家都會知道 我們連 policy 或是 其實未必會被你們 content 那些sit 那麼容易通過得到 因為都會想看 你們附加的價值 在相關那個sit 上 才可以用到西南公司 但反過來 會看到 其實如果你們透過相關的工具 或者相關AI的工具 是叫他們幫你寫的code 而那些code 可以generate tool的sites 是相關的 tool的sites 是比較容易通過的 什麼叫tools的sites 其實是 我們見到有三款 第一款 就是可能是 editor 或者是 generator的形式 可能是image generate 可能是video generate 可能是audio generate 可能是audio generate 這些工具 其實相比Vlogs 應該是更加高的 用戶 用戶 經常都會回來的 同時之間你出現的廣告位 是無論是 你做的過程 還是做完之後 都會有一個pop up的banner 所以出現的廣告位 其實都是比較容易有的 第二類就是convert的形式 convert 可能是pdfconvert的image pngconvert 它是不同的file format file format的convert 這個是第二類工具類 其實我們都建議大家可以explore一下 即是如果你平時做的blog 和content 覺得想看有沒有其他的vertical 即是其他的行業 是否更加sustainable的growth 不會那麼容易受到policy那邊的影響 那些scan的影響 這一類都可以看的 而第三類呢 其實就是industry比較specific的domain 可能有些是music的editor 我們這裡所說的就是 可能看一些旅行 你會看到domain 比較specific的那些是 無論是support的旅行 或者是診所 或者是job 這些是比較specific 按一個行業的工具 這些呢 都是一些比較我們看到 其實是真的能夠大 sustainable growth的網站 當然你說 如果不是做一些那麼複雜的工具的話 那些aggregators類呢 都是一些ideas 可以給大家 就是 你會看到是travel的行業 三思產品的行業 那這一道的aggregators 大家可以從另一個角度去想 就是究竟廣告商這個行業 是會比較願意給錢的 以香港為例 Beauty是其中一款 Finance也是其中一款 所以你會看到sustainable 可以推介 這些都是一些 我們會覺得值得去研究的 一些aggregators aggregators就是 集合 綜合 集合的一個網站 第三類 可能香港市場比較少 但可能大家都會知道 就是一些遊戲類的 就是那些我們叫H 小遊戲 因為其實大家現在的 SS帳戶 是見不到一個 叫H5GameAds的一個分配 但其實suppose是有的 什麼suppose是有的 就是只要有 account manager 他就可以幫你 white list H5GameAds 可以打開通 這個功能 同樣需要 account manager 打開通的功能 有一點點 go back to SearchAFS Adsense search的一個功能 我會有些 就是大家的 影質地去 tue slice 所謂Adsense for search 其實是 你會見到 可能是 好像google search 這樣 但是在你們的網站 例如你們的search engine 是可以搜尋一些 qpoint的 或者你們的search engine 可以搜尋一個 credit card的 information 你會可以在下 除了一個display band 之外 其實有類似一個search 模式的一些廣告 這些廣告位 收入一定會比 display的廣告高 但一定要每一次 用戶 你才會收到相關的錢 但這個錢 一定是每一次 曝光的錢會高 所以如果你們的blog site 也好 或者本身其他 wordpress網站 是能夠加入 進入這個assense for search 進階便宜的產品 的話 我們都會建議你們 去加入 但這個產品 就是要相關 account manager 幫你white list 開通的道 還有要做一個test page 讓我們的政策 去審客 你們的網站 是真的 可以做這個產品 用來送給你這個產品 普通你們 如果登入了assense 後頭 是沒有這個產品 好 我講了很多東西 都會比較 有多是 可能 剛才b那類型 或者已經有assense 網站 或者已經有wordpress 網站 開通了assense 這個產品的用戶 但其實 我們 如果真的 未開通assense 網站的用戶 的話 我都大概 給大家看看 其實有什麼 不同的廣告方問 你會看到assense的廣告位 主要有兩種的內容 一種是手動 另一種是自動 手動的意思就是 每一個廣告位 要加上相關的code 到相關網站的位置 給我們知道 哪一個網站 是想要的廣告的 你會看到 剛才h5 其實是有一種 叫做 需要申請的 插譽廣告 另一種就是 激勵廣告 激勵廣告 這個是 將很多 平時手機遊戲 電動程式的 概念 放到網站版 H5 小遊戲的概念 assense for search 即是搜尋廣告 都是需要申請的 其實展示廣告 你在 如果自己上網 Google Help Center 看到 其實展示廣告 都有很多不同類型 其中一些 有些會設置自動廣告 的一些類型 但它自動廣告 我一般都會建議 如果剛才是A類型 是完全沒有開通過 access 就這樣初學的話 其實是直接開通自動廣告的 什麼意思呢 就是其實 基本上你只要 只要你開了整個 access account 就好像你開了一個 新的google app google man google gmail 開了一個 access account 你就需要 將你的網站連結到 access的帳號那裡 連結完之後 它就會幫你審核你的網站 審核如果是可以的話 它就會自動幫你 塑料整個網站的架構 你可以看到 檢視一下 例如想一下 究竟你現在的廣告 出現在你的廣告 網站的話 情緣的弱狀態是怎樣 如果你覺得情緣的狀態 不對的話 或者不合理 心碎的話 你可以交叉 即是撇掉它 也都可以反而 如果你覺得 密度太多 或者太小 的話 你都可以在後台 去增加 所以其實 以 general 那個廣告 就是這幾款 可以是pop up 穿插廣告 鬧定廣告 即是Stick了在某個位 但是你可以按上面 就可以挖上去 又或者是 Side Rail 即是裡面的廣告 同時之間是穿插在文章 與文章之間的一些 Banner Act 都是會有 或者是幾 或者是 很多款的廣告 其實這一站的廣告位 只需要你 裝了一次那個 裝了一次那個 打通了網站 和SNS帳號 打通了之後 它就會整個網站 幫你自動掃 這些廣告位 不需要每一個自己去加 你裝一次之後 你就可以 你自己的心水 看你開不開空 一個樣的狀態 所以基本上 我會建議你 如果本身已經有 wordpress的網站的話 其實可以直接 試一下 加這個 AutoX 我們這個叫做Auto 自動運作 自動那個 就是AutoX SNS的AutoX 那你就可以 看看 合不合心水 如果真的合不合心水 你就可以 打通了它 打通了它 你便不用用了 但是你只需要 你加入一次的 歌曲之後 就可以看完 整個網站 run的東西 然後當然 你便會有相關的 報告 有少少功能 少少 visualize一下 所謂的 替你掃描 那個網站的意思 但是它會有個 就是會有個 規定給你一下 如果那個廣告位置在 你不喜歡 可以刪除它 不同的廣告款式 可以開通 然後 有什麼排除的網站 可以擺平台 或者擺平台 例如你的 home page 不想要相關廣告 可以home page 就不要 又或者你想要 只要 只是 enquire 那個網站 或 那一頁才有廣告 你可以只 enquire 那一頁才有廣告 所以 這個網站大概 有多少錢 好 那 如果 in terms of 那個收入 的話 其實 我這裡 這個是一個 screen shot 什麼意思呢 那個收入 其實 可以是真的 但我不明白 我意思是 每一個人的 situation都不同 主要based on 那個factor 就是你的target audience 價值是多少 那很多時候 最簡單的 直接就是 看看他的國家 在哪裏 可能在北美 一定會高 可能是 東南亞的地方 那 你上我們的 essence 網站的時候 有一個叫做 essence calculator 那你就可以based on 你每一個月的流量 和你主要的 分別 那個類型是什麼 可能你是工具類的 你可能是 購物類的 可能是不同的類型 那他就會based on 還有你那個國家 就是那個地區 在哪裏 他就會作到一個 excavation 預計得到究竟 這個收入是多少 go back to 一下子 可能大家比較感興趣的問題 好 那我今天的分享 我知道可能大家 還有很多其他問題 所以要再多些時間 給大家 但是in terms of 如果真的想 in touch 的話 可能以大家去scan 這個QR code 就有個google form 給大家 那大家可以填完 這個方法之後 我可以based on 大家的situation 或者inquiry 再聯絡大家的email 然後再 reach out 大家 所以呢 主要的contact方法 就是透過這個方法 會比較廣闊 分散所有的資料 在這裏 看看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好 我們時間都充裕的 如果有問題的可以問 很簡單的我想知道 這個聯絡呢 是配合不是機械人的 是嗎 你試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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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想知道 其實google 其實是 會不會有真能的一個支援 還是 因為我印象中 google 是一個 system 我第一次見到google的人 我肯定是一個機械人 如果你的情況 我們google 一定有office代表有員工 有員工代表有公務 但是剛才我們office 都不多人 所以都比較難 真的每一次都可以one on one去做 所以相反為何有議場的活動 我就再跟大家說一下 可能產品上有什麼方法 或者在市場上可以做到的網站 可以是什麼 有規模去做這件事 但至於一份方法 我也多介紹一下我自己 因為我是負責做一個新帳 我是做 剛才說的 我們的團隊是New Account Acquisition 所以基本上我自己 一定是只可以支援在新帳號 對 新帳號 所以 你說 這一年 很突然的 新帳號 可能都可以支援 所以 就要看大家的情況 究竟是 如果你 已經打算 對折 SNS的話 當然我之後可以繼續支援 因為我本身是負責新帳號 那你是屬於我的新帳號 那我就可以支援 但是你說 今年你剛剛開通的 那可能我都可以看看情況 可不可以繼續去支援 所以這份方法是 是一個真人 這就是我去看一看 那個議場 是什麼 謝謝 謝謝 還有沒有記者 我沒有問題 我問 不過我要加 就是 我有一個東西可以展示 我會展示出來 例如 可能5分鐘 其實跟Google的東西有關 因為我們公司跟Google有Partnership 所以我要提供一個 我們中間Partnership 跟Google一會有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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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後面還有些手掌舉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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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我網站也有開通 就是那個 Exense 那個功能 那我就 對一些使用上的問題 其實現在我處理到 就是 有時候我覺得網路跟網站有關 我網站有關 我就覺得 不太想它出現 例如我是做一些規定卡的部門訊 那些的 可能就有些財務公司 啊 或者是什麼 區塊鏈 什麼區研訪費 那些 就是很多這些類型的廣告 那我又覺得它比較敏感 就是想取得到它 那這是第一個 是否有些公司 可以篩走它 這些廣告 其次就是 可不可以設定一些 譬如馬體字用戶 或簡體字用戶 因為我看到很多時候 是一些 可能是簡體字的廣告 可能又是一些 去到一些 不知道什麼網站 那些網站 就是我自己有覺得 放在自己的網站上 其實那些廣告 應該不會輸 我的讀者應該都不會夠 就是浪費了那個位置 是的 還有就是 我不是Google的原因 因為我之前在國內 可能我連回自己的網站 都連到的 但我開心了Google這個廣告公文之後 我發現好像連回 當然可能有些政策的因素 但會不會 那你什麼叫什麼 我本身自己有個 網站 那我也有試一下 我去國內 就是連一些國內的Wi-Fi的時候 會不會讀回我自己的網站 我發現已經有時可以 有時可以 但是 早幾年開通了Google之後 我想你會找一些政策 因為有Google的功能 在我網站上面都知道 可能國內或聯合網站 那麼 那 是不是都會有這些影響 三個問題 你聽 第一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是有的 我回憑大家的問題 就是 網站上的廣告 可不可以有blocking control 就是不用哪一個category 或者不用哪一個牌子的廣告 那是絕對可以的 那在SS後台裡面 有一個叫做 policy center 政策中心 那那個政策中心 是可以有blocking control 就是放category 或是specific的domain 或者你會預測過往 有什麼廣告出現過 你可以在那裡 靠插相關的app 或者block了相關的app 這個是可以做到的 但是 按這一點呢 我都想回應一下 為什麼 我明不明白 可能在看credify的廣告 但其他廣告出來呢 我一般來說 就會覺得 如果你不是覺得有branding的issues 或者是會令到你 譬如affili的生意會 我猜你可能有affili的生意 會變差了 會影響到你的business的話 我們一般來說 都很容易太 用blocking control的功能 對 blocking control的功能 因為它之所以出現 一定是代表 ECPM最高 它才會出現 在你的workpress的網站那裡 所以如果你block了 某一類的廣告的話 反過來 你其他似 似牌的系統 覺得ECPM比較差 它就會出現在你的網站那裡 所以開封這個blocking control的 好處就是會令到你 ECPM可能會降低 而再加多一點就是 但是為什麼我們的系統 除了覺得ECPM 會比較高出現在你的網站之外 也都可以從那個廣告 我們 因為我以前 我以前是Google做 做了好幾年 我在Google 一開始是做Google Ads出身 即是投放廣告主委 是出身的 所以 其實 我們很多時候 在Google Ads 它不是基於 contextual targeting 它不是基於 你現在看的內容 那我們出發什麼內容給它 反過來是基於 audient targeting 即這個audient 它是屬於 finansia一行 或者這個audient 很喜歡購物 很喜歡購物 可能 即使它在看一些 找工作的網站 它都會看到 其他購物的一些 廣告的 因為它是標準我這個audient 它不是基於 那個網站的內容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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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 contextual targeting 我們去做的 好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就是 我記得是 我記得是 load out 最後一個問題是什麼 反簡體 哦 反簡體就不行 反簡體 反簡體就不行 因為它的blocking control 不會 based on 那個文字 或者那個 advertisers的國家 這個就不能做到 第三個問題 就是你在內地的時候 在自己的網站 見不到自己的公告 應該是自己 在內地想 入回自己的網站的時候 入不到 會不會因為 join了 所以開不到呢 我覺得是好寫的問題 多一點 例如關於essence的 第二個問題 除了反省 反省 對 好 掌握其他 都 謝謝 你好 我這邊就是 我在一個seo agency 的一個 account manager 那方面 因為我手上 有不少客人 即我 要反過來 投放主 那方 就想 share 一些疑慮 因為明年 2024 都開始 沒有了 其實我們這些 無論是 可能投放主 那方 或者你們 可能想到開通 access那方 都很想 會不會 對於targeting 的準確度方面 會有些挑戰 還有 CPC 例如 可能會 為了 那這方面 你們會不會有什麼 forecast 或者政策 去應對這個 事情 這樣 非常好的問題 這個是 yes and no 首先 首先 essence 有沒有應對關於 cockeys 這方面 不需要在 publishers 那邊 沒有操作 我們後台自己 會嘗試 adapt 這個changes 但那個屬於 我們的ponder team 可以做到多少 所以 可以算是 到 但yes 的位置 要翻轉 是 約了兩個 項目的 第一 就是 其實除了essence 外 還有另一個 google app manager 那個 是屬於比較 advanced的 一個product 那個product 是廣告主 自己 很多news publishes 都會用google app manager 因為他們 就不會是 essence 那麼簡單的產品 news publishes 也是很重視data的 他們有另一樣東西 叫做PTIE 類似 就是要他們自己去安裝 提供相關的數據 給essence 即是用first party data 去mobile 給google app manager 去mobile更好 優質的ECPM廣告 這個就是看客人 自己願不去mobile 相關first party data 但另一樣東西 就是為什麼 他才提供essence for search 就是因為search 這個廣告 跟discplay很不同 discplay是用戶 是用戶 是用戶的信號 去帶一些廣告出來 或者是比較passive 所以如果他的cockeys 收不到 或者用戶的數據 收集得不太好 當然discplay的廣告 就可能不太精準了 但search的話 你不是用戶的 是用戶的 可能是looking for 一些faces產品 可能是looking for iPhone 當然他下面 就會出發一個 based on iPhone 這個相關的產品出來 因為他無論你的cockeys 他都會比較精準 去找到相關的 act source 電話給到你 所以那位的eCPM 相信未來 可能跟那個 DFC 或者是 on-to-access discplay廣告的 那個eCPM 查額 會更加明顯 好,還有沒有錢 可能可以 謝謝Janet 將這個時間交給 可能會有些東西 做